这里最出名的还是要熟栗子宴的 栗子宴的头号主角 当然是令无数人嘴馋的 油力红烧肉 而这里的栗子宴可跟别处的不一样 更也能注目的是栗子宴里的铁锅鱼 你看我一共花240块钱 就有这么一道菜 一共是8道配菜和1道主菜 主菜就是铁锅鱼了 我先请您尝一尝 怎么这栗子宴里还有鱼呢 原来这里不仅可以采摘板栗 还可以钓鱼清水油 除了采摘列子之外 这还有很多好玩的 这样一搜船呢 10块钱一位可以从早发到晚 那么如果您想烧烤呢 还可以到那个清水平台上去 完全是免费的 另外钓鱼是6块钱一斤 要是您玩不够 住上一晚 每家民俗接待户的价格是统一的 这里的主人也教给大家 自己在家做铁锅鱼的方法 先将四头蒜放入锅里炒 再放入酱油 钓酒 最重要的是要放入啤酒 再加些虎花肉 最后放入鱼 煮上20分钟之后 可以贴上农家院特有的贴饼子 饮上花卷 这顿饭吃的 那叫一个原汁原味 记者体验这一趟下来 总共花了不到350块钱 这可是10个人的总计消费呢 栗子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对于我们延缓衰老 包括我们口腔溃疡 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对 而且栗子对腿脚特别有好处 这个大家一会儿都知道 有一个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 叫做苏东坡 苏东坡肯定大一会儿都不陌生 到了老年之后 他这个腿脚就不好了 后来有人给他一个偏方 就让他吃栗子 都不想停 这是时候打油尸吧 当然这首诗是不是苏东坡写的 咱们有在考证 就说这个栗子一定要给它嚼到那个 就是嚼碎嚼成那个白色的 磨状之后您再往下蹲 这个时候它那个效果是最佳的 苏东坡就是说爱吃的 对 剥肉啊 因为做玻璃 而且做到菜写手诗 做到菜写手诗啊 不过要说回来 这个吃栗子虽然好吃啊 但是要是剥栗子壳 还真是一件挺难的事啊 我们还提供了好几招呢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导演总结出来的 第一个呢是冰箱冷冻法 就是把这栗子 甭管是糖炒栗子 还是买这新鲜栗子 你先放到冰箱里面 冻一冻 冻一冻 然后再下锅煮 这样的话呢 皮就好剥了啊 再就是热水浸泡法 顾名思义就先在水里泡一下 微波加热法 这几招 您要是有时间 不妨回去试试 这十一场价一到 好多人都说啊 我们得计划出去玩一玩 远的地儿呢 怕人多不乐于去 咱们就找这个京郊好玩的地方 去转一转吧 我们也给朋友们搜罗了几个 咱们北京京郊特别好玩的地儿 第一个呢是可以去蜜云 尝小枣 蜜云小枣又测又甜 这个小枣特别好 现在咱们不是老是有句口号 说每天要补C吗 其实我前两天 刚跟一个医学专家做过节目 人家说了 吃橘子其实补